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杀我呢 周玉 她怎么了 从刚才画本结束后就有点怪怪的 周玉 你难道不觉得 这幕后之人 就是当年徐府灭门案的幸存者吗 那受到邀请的你 又是谁呢 你靠得这么近 就不怕我是当年的凶手 我开玩笑呢 你开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再说了 如果你是当年的凶手 你干嘛要帮我 除非你 除非你知道我的身份 要灭我的口 你怎么不说了 不想跟你说话 你在这儿休息吧 我出去走走 是谁 是谁 想快点接受游戏吗 没什么意思 一起合作 找到暴徒 财宝归你 要归我 出去 出去 儒儿 出去 儒儿 过去的事情 就让她过去吧 她早就 我让你出去 儒儿 我才是你的夫君 你了解我吗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你要是知道 我 就不会成为我的夫君了 继续吧 花掌柜 我想再确认一下 是不是找到了真凶 就可以拿到宝图啊 自然是 你 我不知道 在座的各位 谁是幕后之人 但我希望你能遵守诺言 真凶 就是渔戎 你可有证据 证据自然是有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关于 真凶的细节 因为我 就是当年徐府的一位下人 你说 连阿权大夫都看不好你眼睛 做一场法事 能怪用吗 这可是老爷夸重金聘请来的能人意识 当心被老爷听到 打你板子 那也不能把大帅也捧起来 跟你讲过多少规的 谨言慎情 不懂的事就不要瞎说 那一天晚饭后 我感觉很困 似乎是饭菜里被下了药 我担心站岗睡着 便去洗了一把脸清醒了一下 回去时 路过老爷的房间 我听到了一些动静 那时候老爷说什么我没听清 但我听到了一阵声响 我退了几步 接着我又想回去听见情况 这时 徐老爷说了一句 你不记得了吗 你小的时候 我是你的 又不知过了多久 我从睡梦中醒来 那时已经燃起了大火 而我费尽力气才逃出了徐府 所以我断定 当天晚上在徐老爷房间里的人 要么就是徐老爷的故人 要么就对他十分重要 而唯一符合这个条件的 就只有私生子 于荣 那按照你的意思 徐老爷是想认这个儿子的 那他为何又要把鱼蓉赶出徐府 不对 据我所知 徐老爷的房间里面挂着一幅女子画卷 她视如珍宝 而这个女子 正是私生子的母亲 是为 如此痴情的徐老爷 又怎么可能 赶走她和这个女子所生的儿子呢 你有何凭证 证物我自然是没有 但我有一个人证 宋公子 我说的对吧 是到如今你还不承认 你虽然白了头话 比以前老了很多 但我还是认得你 她就是当年徐府的上门女婿 范真 没想到啊 在我们中间藏着一个我们徐府的下人 我怎么对你没印象呢 当年我入徐府还不到两个月 姑爷对我没有印象也是正常 还请姑爷为我刚才所说之事 做个见证 是 徐老爷的房间里 确实挂着一幅画 是她的心爱之人 我也是偶然听徐老爷提及过一次 和刚才赵辽所说 几乎相差无二 既然如此 我也不必再隐瞒了 安华县主 这么说来 你是安华县主的夫君 韩将军之子 韩章 正是 草民拜见县主 免了 谢县主 我这里有一样东西 可以佐证赵辽刚才所言 这是我当年调查徐府灭门真凶时得到的线索 这枚箭是在徐老爷的尸体上发现的 我想照料所听到的动静 应该就是机关里的案件射中了徐老爷 华掌柜 既然如此 还请你交出宝图 等一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雇鼓 以及 反映 小吴 准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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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